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 然后搜索 你会看到 这个字点进去 登录移民局官网 看到移民局官网这个页面再选 点进去 系录申请指南和条款 1.网上指线于更新护照 2.更新程序必须使用电脑 若使用电话可能导致无法更新 3.必须使用信用卡或者FPX缴付 4.13岁小孩网上更新护照 旧护照必须是身份证号码申请 才可以网上更新 如果是报声之号码 就需要到移民局更新 不能网上更新护照 5.完成填写资料提交过后 等三至四天 一般没有特殊情况发生两至三天 你会收到电子邮件通知 你是否合格了 或者什么原因不合格 6.必须在收据所显示日期的三个月内领取护照 否则将会自动取消护照 而且不会退款 一旦取消必须重复步骤重新申办 我们了解了过后鼠标向下滑动 现在教大家自拍方法和照片规格 只要做对了 照片规格要求 上载照片就会成功 如果上载自拍照不成功 请到照相馆找专业摄影师拍摄 再重新上载的照片 一般做对了 都能上传成功 照片尺寸必须是50mm 可35毫米 照片的背景必须是白色没有影子 照片画面清晰 灯光打在脸部明亮 不能暗淡 照片中的人物必须穿着深色的衣服 并覆盖好肩膀和胸膛 穆斯林人士必须戴上深色的冬奥或者头巾 不能戴眼睛和耳环 不能戴有颜色隐形眼镜 头上不能戴任何头饰 头发整齐 不能遮到脸 必须看到额头和两边耳朵 细读完所有条规后 到下面点击Studio 同意 证明你已了解清楚 下一步 填写资料 这里会有两个选项 让你选18岁以上或者18岁以下 我们选18岁以上 这里填写你的护照号码 然后 这里是选你是东马人还是西马人 西马沙巴人或者西马沙捞月人 如果你是东马人 你就选这个 然后 这里填写你的身份证号码 这里选 然后 选择领护照地方 你要在哪里拿到你的护照 选最靠近你的地方就行了 如果你是18岁以上 不需要填写这两个 如果你是18岁以下 填写大概都是一样 只是多了一个 需要填写监护人的身份证号码 拿下来你会看到红色字眼 那是说明特定时间不能更新护照 因为系统在更新中 如果填好所有资料后就点击carry 这页面是说明一些原因发生的话 也不接受任何退款申请 阅读没有问题就再点击studio 接下来的页面只是展示拍照的一些规格 有哪些能接受 那些不被接受 这点就要注意了 前面已经有讲解 不明白可以看回前面 如果看完规格检查自己的照片没有问题后 就拉到最下面点击studio 来到这里就是开始准备上传照片的步骤 在还没开始上传照片之前 给大家一个建议 如果你觉得自拍护照照片麻烦 可以不自拍护照照片 直接到照相馆 让专业摄影师帮你拍 减少时间把拍好的照片 跟步骤上传就行了 这里简单的教学 如何自拍护照照片 你需要下载这个 Passport Photo Maker App 下载后就按 New Photo 过后你就这里打 Malaysia 然后选择Face or Passport 再选择600TP 过后会有一个拍照的指示给你 你可以大概看一下到底要怎样拍 最好是拍照的时候 你的人站的地方不要有影子 如果准备好了 就开始按 Camera 然后会出现这个 让你迁就你要拍的人 他的头在哪里 还有他的肩膀应该在哪里 你就按照他的指示来调整 你应该要放的位置 如果对准了之后就直接按拍 好了 然后来到这里 你就开始 Edit 过后你就调整 过换 Next Crop 过后就调他的 Brightness 也就是亮度 调到最高 之后 Next 当全部东西已经好了之后 你就 Safe 最好是把它 Safe 成 JPEG 这样子就已经把照片储存去我们的电话里 过后就可以继续在电脑里面 把你的照片上传去移民局的网站 完成了你在APP里面拍好的护照的照片之后 我们回去上传护照照片步骤 来到这里就是开始准备上传照片的步骤 点击 第二步骤就是点击 然后选择刚才准备好的照片 记得照片要在50-300KB内 不能太大或太小 这也会导致 不过 弄好后就点击 这里是让你检查照片以及能调整物放大或放小 还有调照片的亮度 调整照片大小和亮度后 就点击Panta 这页面让你知道你所拍好的照片 在修改后打印在护照上是什么样子的 一切都做好了 就在格子里面打勾 在这里一定要把所有格子也打勾 然后点击 来到这里 也是需要在格子内打勾 这个页面需要你确认个人资料 如需要修改的就修改 过后在三个格子上打勾 这里再确认领取护照的地点 还有护照费用 如果没问题了就点击 进入付款的程序 这里显示领取护照的地点和工作时间 这里是著名18岁以下申请护照需要资料证明 以及上传证明 来到这个页面 点击 后就是进入付款页面 这里选择你的付款方式 可以网上过账或者用你的卡 选好后点击 继续付款 下一个页面就是填写你银行卡资料 包括卡号 名字 到七月何年还有三位数密码 到这里就是填写你的电子邮箱地址 还有在格子打勾后点击 填写完六位数的OTP 后点击submit 这里说一下 由于现在很多银行已经不再使用OTP付款方式 所以这一步应该会不一样了 但是只要付款了就可以继续下一步 这样的页面代表你更新护照已经做好了 付款步骤也已经完成 接下来就是把收据下载 然后打印出来 最后这里是列出领取护照需要注意的事情 比如领取护照地点 可以在收到可领取护照邮件的时候上网预约时间 领取护照时候需要准备什么文件或资料 还有护照如果在九个月内没有领取 将会被取消并且无法拿回款项 好了 申请更新护照步骤就这样 注意付款了 过后你会在24小时内收到移民局发出的电子邮件通知 你是否合格了 或者什么原因不合格 如果不合格他会教你下一步该怎么做 如果合格了 你就点击箭头的链接申请预约 现在教大家如何网上申请预约去到移民局 UTC领取你的护照 来到预约网站主页面 先选择申请人类型 这里通常直接选Malaysian 然后在出现的空位上填写身份证号码和姓名 之后点击 来到这里是选择你在哪个州属领取你的新护照 这里选择Ginjaba 只是提供参考 请选回你自己的州属领取护照 接下来是选择领取护照分行 点选 只是提供参考 请选回最靠近你的分行领取护照 再来就是需处理事项 比如指纹有问题或者是直接领取护照 然后就选择想要预约的时间 我们是选择了早上10点到早上11点 接下来就是选择预约的日期 我们预约是在星期天 这里大家可以自己选择预约时间和日期 然后就是填写收据上申请护照的号码和收据号码 填好后点击Next 这是申请号码的例子供参考 这是收据号码的例子供参考 接下来是填写申请人的住家地址 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 填好后点击Next 这页面是列出所有条规 读完条规后拉到最后下面格子打勾 然后点击Subit 回到主页面点击右上角的Sers 然后再点击 接下来填身份证号码后点击Sers 然后就出现预约的号码和申请人的名字 过后点击Bring出现的这个预约信息 把它打印出来到时候需要带去领取护照 最好把这些文件准备好 预约的文件 申请护照的收据 身份证还有旧护照 到时候需要一起带去领取你的新护照 更新护照的流程就是这样 帮忙分享给有需要的人订阅我 可以回来看中播 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可以帮忙分享 订阅留意下个视频 我们再见